7900 下星上個禮拜是7900分 今天的分數是 7800 差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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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到失敗區 希望待會兒有人把你救回來 謝謝你來參加 下星衛冕成功 大家都知道台灣的原住民的歌聲是一流的 歌壇也有很多阿美族阿密斯 太魯閣族的歌手表現如何呢 馬上介紹你一位 石敬山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石敬山 今年二十歲 我讀明星科大幼保系 雖然我平常非常害羞內向 但是只要一站在表演舞台上 我就變得非常有自信 曾經跟爸爸說過我想進演藝圈 一跟他說我要上節目 他就跟媽媽馬上號召所有親朋好友 來幫我加油 靜山 我們全家支持你 靜山 加油 加油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麼大型的比賽 有這麼多支持我的人 我絕對不能讓他們失望 雖然衛冕者都很強 但我還是要打敗你們 加油 非常有信心的石敬山 今天有很多的家人來幫你打氣嗎 對 爸爸媽媽 親朋好友 阿姨 歡迎 好 集會命運自己選擇 集會命運 請選擇 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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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們哦 好 一、二、三 加油 一、二、三 好,我要這個 你要當我來的地方嗎 好,不要趕快 不要趕快 趕快去 我們看看機會是誰 好 真是你講的 衛冕的都很厲害 對 玉凡 好,我們歡迎 鐵肺歌后 張廷軒 廷軒 好,下個禮拜打敗四位心情如何 就 很開心 然後一旦又很緊張 但現在 在走上這個舞台 就一點也不緊張 我覺得我可以再更好 請廷軒坐下來休息一下 謝謝 靜三 今天為我們準備什麼歌曲 我要唱《心動》 然後我是要獻給電視機前面的男朋友 對 因為就是 三年前 他用各種方法追我 最後 我被他打動了 好 我看一下你爸媽的表情 好 來 聽聽這首《心動》 有多久沒見你 因為你在哪裡 原來就住在我心底 原來就住在我心底 陪伴著我的呼吸 有多遠的距離 因為 聞不到你氣息 誰知道你背影 這麼差 回頭就看到你 過去讓它過去 來不及 從頭喜歡 從頭喜歡你 白雲纏繞著藍天 如果不能夠有人等在一起 也至少給我們 懷念的勇氣 擁抱的權利 好讓你明白我心動的痕跡 總是想再見你 還試著打探你 相信 原來你就住在我的身體 守護我的回憶 嘿嘿 超越來 繼續 謝謝 靖昇 亭軒 請到臺上來 謝謝 好 謝謝 靖昇 亭軒 請到臺上來 因為我是一個很MAN的個性 然後我就喜歡身邊的男生 他們都把我當哥們 對啊 揍他 揍他 好啦 希望電視機前的你 就是看到我 就是知道我現在變得不一樣 就想讓他知道現在我過得非常的好 然後 所有的人 不管你遇到任何就是錯的人 趕快站起來 因為你會過比亞好 下次叫他鋼鐵 聽說過得好 是一種最好的復仇的話 對 好 我們來聽聽 秦軒唱的錯的人 明知道愛情並不牢靠 但是我還是拼命 忘了一條 明知道在走可能是煎熬 但是我還是相信 只是煎熬 朋友都勸我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拿自己的幸福開幻笑 但是做人已經那麼累 下星星的想要逃 在愛裡連真心都不能給 這才真正的歌聲 愛的愛真 太容易讓自己犧牲 太容易讓自己沉淪 太容易不顧一切 但是相恨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錯的人 明知道這不是緣分 我太笨 但是我還笨 我太笨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錯的人 明知道這不是緣分 但我相信 我相信有一點可能 可能 謝謝 平軒 你知道像電視喔 親朋好友都會看到 如果那個錯的人 打電話來說 你唱得好好 你要理他嗎 我現在有對的人了 我還是問你有對的人 那錯的人打來 你會 不可能 要專一 要專一 好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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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講話的樣子好man喔 好man喔 要專一 好 鏡山的 他的長得很特別 他的眼睛其實 其實蠻漂亮的 謝謝 你的聲音其實也很特別 你也是 跟另外一位歌手很像 就是你的聲音 很喜歡用氣聲 而且呢 你會用太多哭腔去唱 就會變得有一點怪 OK 廷軒呢 我會覺得 整首歌我覺得他處理得非常的好 謝謝 我真的相信他剛剛一上台講的 就是說 你今天再來 你就很穩定的 你就很有自信的 我希望呢 你繼續保持這樣的狀態 越長越好 謝謝老師 我覺得廷軒 很有power 廷軒你已經有歌手的嗓子了 我覺得你現在只差一點點穩定度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有歌手的樣子 跟歌手的那一種自信 嗯 鏡山 今天唱那個歌是需要很大力量的 但是你的聲音其實是很溫柔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在選歌部分 還是要再多加思考 然後我覺得廷軒 廷軒其實我覺得你的歌跟你的人一樣 大的 有力的東西都沒有問題 其實有差一點點溫柔 但是你的行動要溫柔 你的歌才會溫柔的東西就會出來 好 好 我們現在評分數 我們聽聽三百萬觀眾怎麼說 是的 我們先用買糖喝彩 來給我們兩位歌者 大家辛苦了 那我們也來聽聽觀眾怎麼看 這兩位 鏡山 廷軒你覺得 我比較喜歡廷軒的歌 為什麼 因為就是錯了這首歌 我之前就很愛 而且就是聽廷軒上歌 可以讓我想到就是我的前一任 雖然說大家都不太喜歡她 可是我覺得就是我就是很愛她 就是可以奮不顧身去愛她 那怎麼辦呢 她就已經是前任了嘛 就是 就是後來她就沒了 對啊 俗話說遠離前任 心情愉悅 你知道嗎 好好往前看 祝福你 謝謝 好 媽媽妳笑得這麼高興 歡迎妳來 歡迎妳來 我的一排一號的位置 有什麼感想呢 感想啊 就是第一位歌者呢 他可能讓人的感覺就是 還在做夢 聲音很甜美 長相也很甜美 然後第二位歌者呢 就是 因為他的聲音很渾厚 然後聽起來就讓人家覺得很感動 那也比較有故事性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被他感動 來看看最狠的五位老師 會怎麼判斷到底誰能夠直接衛冕 或者誰能夠挑戰成功呢 來 好 好,我們現在要來看分數了 用截然不同的曲風 述說自己愛情故事的 詩盡山與張廷軒 究竟誰可以獲得 評審較多的給分呢 好,分數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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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